非洲卡拉哈里的蒙蒙兽 伴随着雨季的到来 狐猛家族的生活迎来了转机 云水为他们带来了丰富的食物 而在他们洞穴里 新生代的小家伙也在蠢蠢欲动 这些仅仅几周大的小狐猛尚未断奶 不过他们依赖母亲的日子 马上就要画上句号了 这些小家伙必须要接受全新的食物 毕竟这里能吃的东西有很多 和小家伙一样大的千族虫 显然对于这样的猎物 它搞不定 更多的时候 小家伙会跟在成年狐猛的身边 边看边学 同时也能受到来自家人的头位 虽然这群小家伙都是好学生 但是有些狐猛可能不是个好老师 不过有一点值得肯定 每个小家伙都能在这里吃得饱饱的 一只猛禽盯上了他们 湖蒙哨兵发出了警报信号 这只小家伙稍稍的迟疑了一阵 最后还是选择跟着大家一起逃跑 如果距离洞穴太远的话 湖蒙会在第一时间找到掩体躲藏起来 对于危险 小家伙似乎没什么概念 反正跟着大家一起跑就对了 短暂的插去过后 湖蒙母亲将自己的孩子集结起来 确保大家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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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